投资HotSport 我们在拍摄时是9月20日 为什么会录影两辑呢 难得有专家在这里 当然是打蛇虫军奏 因为我们求了上星期的嘉宾 很多人都是说债券 但不知道如何入手 所以有专家在这里 用一些客观和持平的方式 大家不要说心定不定的问题 起码有一个门路去分析风险 所以这一集真的是值回票价 不用钱 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这个专家 真的可以学习债券市场 如何能够两边股债都能够成功 产品对冲风险分散风险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大家立即去片段 只副解码是重头戏 刚才我们说过 我们要找专家教我们如何投资 我们分析这么简单 上次Wilk已经提升了大家 如何冷静分析 但今次可能要再追问 具体一点 我也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很害怕 不用怕 因为我代观众问 这些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观众有很多高级值 基本上不要说收成期 但现在有很多投资在手 Wilk是专家定息产品的债券基金 这也是一个工具 如果我们分析自己个人投资的决策 如果在风高落急的环境里面 如何能够做到资产配置 更理想的呢 这就请假Wilk 我觉得资产配置来说 其实看回这十年 如果大家始终身处在香港 那多多少少一定会是很多 本来中国股票应该是天然开始的点 我发觉到原来十年前 金子又是两万多 现在又是两万多 我发觉到真的很惨 股票是一个 大股灾小股灾 好像每年一次 好像每年一次 但我觉得慢慢学到 原来分散投资不是书本讲的 是实际需要 是实际需要 分散可以是地位分散 亦都可以是资产种类分散 即是股票 可能有些老 可能可以的话有些债券等等 但是买债券有很多人 未必一定会买 因为他们自己就买 问题是债券的选择 不是个别债券 债券组合 都是要想想的 债券组合里面 不同版块都有不同组合 所以可以分得很仔细 这就不是大家道听途说 可以听得到的 对 对 即是给一些建议债券新手 它那些应该如何去 由哪里开始呢 其实我可以玩债券 都应该不是新手 投资可能很多 因为现实来说 除非是玩少许ETF 如果真的要直接去接触 一只一只债券 可惜门压 即是你一个 原债是正常的 20美金一只 你买一两只 其实我们没有建议 觉得没有分散效果 如果要买 最好买得十只八只 而且十只八只 你不仅买债 你一定程度上 譬如是有些楼 已经有其他东西 已经有其他东西 你搬下去买债的钱 两三成 足够你买 譬如十只八只 我觉得才比较理想 你所谓的那些是有 有private banking的那些 或者有些 即是打三四十岁 还有单高的那些 也不是非常超高 中高中收入那些 又如何去算责呢 我自己都没有用的 这些平台 但我听说就开始有些 譬如一些 有些电力的平台 开始有些人搭一些平台 譬如他本来买开基金 他可能会否试一 逐只帮买给人 即开始有一些 有互联网基因的一些券商 或者一些分的 互联网基因的一些平台等等 他开始是 拆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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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买到 在这方面来说 我觉得 给些心机找到 找不找到一些 比较均真一些 的勇不收得太高的 因为 的而且债券报价 真的不是很透明的 有时 有时如果很阔老 去一些 private bank 或者一些小一些 一些独立第三方去买 有时不小心 它抹高了你 即是不觉的 你不觉的 可能我们自己做开基金 去支架件 那时候觉得很 拖保监督 可以 我觉得现在这个 世界资讯是越来越透明 但可能有时候 做股票会容易些 多些资讯 债券 或者高收益债券 散户是难找些 我都想一想 如果你的问题 或者我们大些是散户 如果想直接去买债 想清楚是否真的 自己是个人好一个激情 可以先研究 研究很多东西 还有我觉得 有时我觉得 债券是没有股票所谓有效率 即如果股票 尤其是F&P500 其实可能很有效率 每天都不知多少亿 甚至多少八亿钱出来 其实价格大概是Fair 去反映这个市场 但去到债市 我们传统上有个OTC的市场 成交比较不弱 一些东西容易挫价些 亦都即是说 首先有多少许力 可以分散投资 第二 有一个激情去研究 其实现在资讯比以前多了 现在 就算我们自己机构投资 我们平时可以看很多外资大投行的 那些 这些不是广告 别想摩根等 试试什么报告 写得出来 我们都可以 看不完 这些可以说是一些基础 但现在越来越去到 除了看大行资讯 有时市场太波动 我们甚至连一些国内消息 都更量想知多些 例如观察下 看有无办法用各种渠道 去找得到 原来这些债 同一个发行人 可能在另一只债 安梭境内的债 在做些什么价 忽然之间跌到来 是否一个语绍 要小心些 我们自己拿起电话 可能我们交很多些 有时我交很多些叫公众号 有时 有些微信公众号 大陆出现了很多些 有些叫KOL也好 网红 公知 自媒体 之类 它会爆很多新闻 当然什么新闻都有 我上升的问题 有真有假的 甚至有收钱去写些东西 我相信我们尽量去做到 我们还是认识多些朋友 也提多些不同 其实慢慢有判断 觉得这些生物 有些是全民是老作的 还是真是似此地 如果有心想这样研究法 其实都有空间 有法真是要好又有纪律 即是你讲到公司债 比如散户或退休人士 那些政府债 银色债券 那些大家随手可得 你觉得那些是否值得考虑 银色债券的话 我一向觉得 其实每年香港政府 有些少少类似 做福利 做福利 其实我们觉得 那两三厘就很难靠它去 因为选择不可 参与议员 应求很多 我一个建议就是 大家如果不厌烦填表 都是填表 照拿 第二天就沽下去 就算了 就抽完没 反正派的都不用抽 一定拿到的 那两三手拿完 赚了没 喝餐茶开心下 都是社会福利 也很受欢迎 大家开心 我觉得如果退休人士 要自制修息的一个组合 现金流 我宁愿买些高息股 我觉得其实高息股 有些比较高息的股 现在因为香港市场的 可以说香港市场的滅势 大家都说香港的股是很差的 永远跟跌不跟升等等 因为各种各种理由 香港的股票的股值是很低的 甚至同一间公司 被A股都随时打个七折六折 不当炒的东西其实很便宜 公用事业也很多可以选择 公用事业或者很多行业 总之看到那些公司 很多年发展派息稳定 有些增长 最好如果看到市盈率 市盈率又不太贵 如果加上大股东增持 是好的信号 这么漂亮的信号 如果CFO CEO肯增持 更漂亮 有时老板肯定买自己的东西 有时就当不买 如果见到大股东增持 正常都有正面信号 还有看它怎样增持 如果你说跌了很多之后 如果跌了很多之后 不情愿的 拿一百多万公司 买一手币 那些就算了 但如果它真的扔出来 一千万一千万地买 买了很多日 那些就真的加分 那些真的加分 另外留意一下 有些大老板就惯性增持 年年增持 看得多都满 那些都没有信息 没有资讯价值 有些不是年年出手 但是出手完 后来又升那些 那些就加分 我觉得也有很多资讯 是个人特别可以做功课 真的好 你都隔了我们炒股 收息 收息 因为有很多漂亮的公司 他不缺钱 他真的不发债 你上市卖的债也找不到 是的 那其实有些 例如我们虽然说债 很厉害 其实我们应该很厉害 透过我们的NPF 其实都很多债券市场 而且透过那些债券 他们的环球债市 你说那些是否都可以考虑 其实如果透过NPF 去买那些所谓的环球债券基金 虽然我自己做债的 但一般来说 基本上 我都很难说是很建议大家买债 即是投资紧级债 国债那些 当你美国现在走2-3%通胀 这一会儿可能算6厘 就算你说我们迟些会下来 但今晚就是一个周期 真是会维持2-3% 等于你真是负利率 其实你那个是在虚 机会成本是虚了 即是如果你真的要买国债 我宁愿买 虽然我是中资 但我真是真心觉得 人民币国债相对不太差 所以相对不裁 因为其实人民币国债 都有2-3厘的 是50年那些 加上我们认为 这个个人意见 純粹个人意见 某公司意见 我觉得中资人民币有少少升值空间 有少少的 不太多 一年你升1%多些 其实是很合理的 其实相对来说 其他货币弱了 大家留意 当美国这样引钱 其实是很难说的 就是钱的供应 和国力的增长 你看到几个大经济体 美国、欧盟、日本 几个大经济体 相对的货币都是弱的 只要是稳定 我不是要超强 只要相对稳定 其实已经是值了钱 这个真好 很多朋友以为 很多时候把MPF 辛苦存回来的MPF 经常说均衡 或者保守的债券 其实对你来说 长期侵蝕了 都要看债券组合是什么 看细节 我觉得高收的债券 在某一些时间点 是应该会赢钱的 我们譬如中资美元债 现在完全是一个风潮里面 现在买 真是不知 可能现在就是一个极美的位 亦都可能走了少少 总有一个位 这个资产里面不会消失了 爆完不会最后没有了 总是应该一个漂亮的卖入店 可能快到 但我没办法在这里 有水晶球说到哪裏 但回过来 譬如中资美元债 现在是十几厘的 而美国的high yield point 是三厘的 就是左右了 就是完全有少少 你说不合理 但它不合理得来 好像在升 因为印银紫的东西在升 香港的东西便宜 但便宜得好像越来越跌 那你看 你做contrarian 逆市来买 就可能抵了 但是要硬 是 有些散户很多时候 走到银行买的所谓债券 那些又如何呢 因为以前就通过经历 十几年前那些 现在是否稳妥了很多 或者是一个选择 其实我真的不太熟 如果银行买的那些 我从来都卖不到我的 所以我真的没有讨论 好不好了 我觉得如果有时间做功课的 就尽量自己直接去买一些 我们叫做Listed的 上市的工具 通常如果那个工具有价有市 有很大的成交买卖 通常那些价就可能会漂亮些 或合理的 如果是买一些金融产品 就要适量 又要适量 就是找一些很有信誉的机构 我知道美国有一个ETF 就是买公司债 美国ETF又如何呢 做得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美国ETF很透明 你可以见到 还有很多时候美国ETF的成本都低 即管理费费很低 亦都出入 如果用一些Discount Volker 买卖亦都是出入都很便宜的 当然如果收息有少少不抵 可能要给30%他铺 对 即买一些没有会收的东西 好像很划算 感觉上 即买一些没有会收的东西 即是买一些没有会收的东西 不只是国人买那些东西 在Cable Gang赚了 还要交税 你买又不需要 海外不需要 海外不需要 好像这样 但如果自己有能力 有时间做功课 就用一些直接的工具 我都不能够抄 我觉得工具本身有效率 但你说美国的债是否值得买呢 我真是难这样去判断 我觉得不值 但你说会不会跌呢 等多久都不跌 但有些人说 美国经常说 美国公司债的Junk Bond 其实香港人怎可以买得到 我觉得Junk Bond很容易买的 但是真的得而且够你们晚上 弄个股票户口 按按键就很容易 真的吗 有些T1很简单 JNK 还是YG 风险要自己小心 这是另一件事 所以说到很过瘾 市场的进化方向 的而且够 如果你说人民币相对是强 稳定 就算我不是算国债才算 但调起来地方政府都来香港发债 其实产品选择会多了 那它慢慢会丰富的 而且强度无论的深圳制 即是零风险 应该说是零风险 但实际是零风险 相对 零风险 有很多人比较 就是香港和深圳的经济基础 比较 说法就是 反而香港政府就没有什么债 深圳现在是香港发债 香港发债政府发债的那些 是福利 对 可以当福利便宜点 买几手给你 那些就立即赚了就算了 你真是长宅 因为香港的真正的 传统和美国差不多 你那些钱鎖在那里 只能躲在那里 真是有把副资 这么高 稳定但没什么债息收 反而反而变回来 地方政府债的债比香港更好 是 Viuro你自己作为 刚才说了 我们做profolio management 我们自己的资产配置 作为一个 现在一个三十多岁的人 他应该怎么做呢 多少买股债 或者你现在退休人士 应该怎么股债 整个人说 每个理财教师都说 你老一点的时候 当然买一些债券 以你来说 真是专家 你觉得你自己 怎样取向建议 我觉得 当然现在是有点难的 就是 真是完全无风险的债券 如果我们读书的时候 那些无风险的债券 各债都三厘四厘 或者三厘 十多厘 那些读书写的时候 那些债是真的令你赚息赚价的 但是今时今日的那些 如果书本定义 无风险债券 是美国十年债 那其实是书眼的 从一扣买来的角度 是机会成本 是的 德国也是负利率的 所以被迫一定要买一些是收息的 譬如收息股等等 那些那些 如果你说债券的话 一个一定的比例去投一个大债券 分散的一个高收益组合 亚洲高收益债券 我觉得OK的 就是始终 比例也佔你的资产 我觉得不走到那么具体 但是我觉得 譬如你高息债那些 你佔一个人的组合 一两成二三成 这个不是很科学的一个 但是 大约 大约 是的 是的 因为可以和估计一些大约 现在亚洲债券 其实我们觉得挺低位的 是的 刚才说 一些年长那些 是否去到超过三十 或者到六十 其实现在所谓life expectancy 现在六十岁玩一手都百多 所以还要花多二十年的钱 其实都不能够太保守 但是我觉得中港股市十年没有升 现在就算买一只 不是推介股票 即是中移动五十七厘 即是举个例子 那只好 高息股 其实高息股 其实股值偏低 那如果我们能够有个信念 是觉得中国的股票还是有价值 那个所谓corpite governance 因为中国政府一直都鼓励国企要改革 要做得越好 亦都要合理派股息等等 你明明同一间大公司 在香港只是国内六至七截 或者这两人说某保险公司 今年跌至股灾 其实是否尝试价值呢 我希望是有价值 但这个可能是有价值 但根本是自己想想是否自己的价值 某保险公司这么厉害 就因为他借了很多债给别人 那时候 他今年一中一两单 但是不是严重 是不是重手成这样 这两年在国内保险是难做的 可能因为总统原因 保险是卖得慢 是卖得差一点点 但是如果大家可以一个跨周期的角度 如果你不是三个月 你不是只持续三个月 你可以看两三个月 那是不是总有一个位置是低位 我不知道 我不知何时才到大 即使我不是那么深厚地赚了价 好像Will說 如果是优质股票 即使它的价不是怎么动 你至少是赚息 这个是基础分析 有声有息 但就分散一点 我后来看回 有一些朋友很喜欢收息 也觉得买债很安全 但慢的买得太多来房 或者再买一些 太集中 以前买一些欧洲的银行 那些AT1中运 或者叫做优先股也好 或者叫做次级债也好 如果你觉得收息好 那些债券就稳定 买得太多 其实都是危险的 都是有风险的 10年可能有一次有个位置 有一个利益的価格 可能逼你卖 卖了它就很快就返回 那我们不要做被动投资者 就稳定分散一点 明白 其实你来说 我觉得这一次也说到 这件事就是 怎样可以由定息债券 给到你一个稳定的保障 分散 高息股也可以 其实我们的分析也是非常宏观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有些人做环球 因为现在太多融资讯 太多发达 上个平台 全世界都去买些股票 美债很运辰 有一些高息的国债 好像南美洲的阿根廷 那些卖不卖过呢 那些我们真的没什么参与 但我们当然是有点担心的 有点担心的 例如阿根廷那些 去18年来说 他一个文化的民族 有点违约的一种杀伴 违约的精神 他业务不是太好 十年八年就爆了一次 但过一轮后 大家没什么买 印钱印到 这些全世界的钱反滥 反滥就是大家会 去找回报 买三个B债 当三个B低到低 无可低到要 大家开始买两个B 再接着都不行 就买一个B 那我觉得这些国债 这些南美国债 我其实就没什么研究 真的不敢说 够不够胆大家去买 我们反而有一些 如果真的要分散投资 我们自己有买一些 资源类公司的一些高息债 例如印度某某 但不过其实大家可能买到的 一些印度的commodity 一些high yield bond issues 或者一些铲油的公司 我觉得那些高息就可以了 或者另外一个 这是我的仲介板 就是仲介 出入方面 其实宁愿做外汇 一些commodity相关的外汇 如果大家可以说 真的不适合在这里说 那没有机会 有某几个国家 有某个机构 它本身主要是天然资源收入 这个是可以看的 所以你行了很多机构 但今天也听了很多 很好的建议 所以其实衷心多谢阿会 我们一年两集 都找了你出来 谈了某些债市 债市也显示到其他市场 听到都安心一点 好像第四季也算是 比较少许多 不如再过一季 又找Viuy再看看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 拜拜